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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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子之輩 大家好 我同學有問到說 他每次去參加北港3019的遙境 就看到那個酒班、鼎陶 他們頂陶的一個名稱 酒班的名稱 類似金順盛、金順安、金安南 前面都有個金字 那這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特別的意義嗎 非常高興同學觀察很細微 那我也針對這個問題 特別到北港朝天宮請教紀組長 那紀助長的北港教義是這樣子的 他說這是來自於 閩南的遺傳的習慣 那閩南下面有一個古時候的記錄的記載 他就說這個傳資、遺傳的傳資 如果前面寫著金 就代表這支傳資 是很多人合夥、合資一起購買來經營的 這類似我們現在的股份公司 如果這支傳、這是遺傳、輪傳呢 他用的是姓、姓的號 姓是起的名字 那代表它是獨知 所以某某人比如說知什麼號 知什麼號 那叫姓知的 那是李什麼號 就姓李的 陳什麼什麼號 叫姓陳的 這是獨知 所以用金就代表一種合夥、合作 一起努力來共識、來投資、經營這一個團體 所以類似金安蘭、金順安這樣的舉辦 那就是說這是大家的 大家一起來扶持的、一起來參與的 這個合夥、一起來幫忙的 所以他用金 那這個金字呢 在我們的廟語文化裡面 金當然是珍貴的 所以這個寶 也就是要珍惜的 所以值得珍惜的 很高高在上、很高貴的 那這種兩種解釋 顧問周德倫介意說 那我們知道 以後看到這種吉爾班輝 或是一個正頭什麼 有金開頭的 就知道 他是一個很多人 一起來努力的 這樣意思 委員會 董事會 類似這種合夥 那我們就了解 那如果不是 那可能是大家讀書的 又有性開始起名的 大家就讀書 那是以上 然後還有一個 我們要跟妳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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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他 現在是 這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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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